机会 广场上亢奋的情绪 使激进的学生领袖很容易占优势 这些领袖多数是在绝食中涌现 没有经过校园内的选举 他们的领袖资格来自于他们所表达的牺牲决心 他们的权力基础则在于不断进行宣传鼓动 他们成立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 柴玲再次成为总指挥 广场指挥部通过广播站主导着学运的声音 政府方面的强硬 中温和的主张难以得到响应 同时也刺激着广场上的领袖越发倾向激进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在这个民主基础建立以后 还是可以有一批人 除了科学来救我们的国家 我一直这样想 但是这次我觉得 如果是这个 没有人性的政府 不会推翻的话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 就算你真的决定告诉我 大家什么赌军车啊什么的 赌完了 然后呢又不动了 不是有一段僵持的时间吗 这个僵持的时间会往哪发展 谁也不知道 又茫然了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地在往前推 又不断地陷入茫然 真的是一种特别 有意思的这么一种心态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同学们就每天 就在广场这么待着 待着要干什么也不知道 而且待的结局会是什么 也不知道 一到晚 他们就这个音乐的声音 唱得直起比落 我有一天晚上 我就记得好像一两点了 我就被吵醒了 就是一个地方在那儿唱歌 大家一起唱哄啊 闹啊 就这个挺高兴啊 流行歌曲当然是西方的东西 年轻人的表达自己 说自己的事情 的这么一种流行歌曲 那么本身它就是自由化 所以它当然在运动里面 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 在参加这个 Rock and Real Concert上面的时候 大家的那种 crazy的那种感觉 那是完全是非常自我的 要求自我被解放 和表现自我的一种东西 新的流行音乐 是通过香港和台湾 传进来的 在中国大陆 最著名的歌星之一 是来自台湾的侯德健 她是在中央电视台露面的 第一位通俗歌星 因为我们这个文化 大陆那个制度 都不停地想去 扼杀一个人 而让你们活在集体主义里面 用集体主义 也就是民族主义 爱国教育 让你们为我服务 你们都不可以有自己 你们要有任何有自己的事情 就是自私 八九年的中国的整个运动 我是曾经叫他过 是自我解放运动 因为我特别不喜欢 四九年的那次 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叫做解放了中国 那是毛泽东一个人 把全中国人全部解放了 后来慢慢地 每个中国人感觉说 我没有被解放了 所以我要解放我自己 毛泽东就不愿意了 或者后来邓小平 他就不愿意了 那么实际上去年 我觉得学生啊 知识分子 工人的市民啊 那么我感觉是 大家是要求发现 为什么你能解放我 我不能解放我自己 给人套 给人套 住家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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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扎警察 他能扎警察 警察不敢动 警察不敢动 你心里 你八点到八点半 谁拖着 谁拖着 在那些抗议示威的日子里 大家获得了 为崇高目标 而奋斗的精神升华 并感到 从繁琐沉闷的生活中 解脱出来的欢愉 人们似乎寻觅到了 新的理想社会模式 民主的大同 取代了 共产主义的美景 人们充满着为群体 为崇高的目标 而奉献而牺牲的美好情感 据说连小偷都为了 不给运动抹黑而霸偷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 天安门像太阳神 为他领袖冒住心 借我们向前进 建造如此宏大的广场 原意是为了制造 万众一心的浩大声势 如今 个人的举手投足 却具有了深意 似乎每一慷慨之举 都预示着一种新的 更为高尚的人际关系 这种感觉的强烈 却也注定了他的短暂 通过媒体看北京的学生运动 那么我当时呢 第一觉得是很受鼓舞 那么第二个呢 我也很着急 他们提示的政治变革的要求呢 就非常的虚泛 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制度下 共产党这个 它封锁信息 所以一般的民众 虽然每天生活在 共产党制度下 但他并不知道 这个统治他的机器 每天是在怎么运作的 那么他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就是说 你爱怎么统治我 你就怎么统治 第二个办法就是说 我有勇气 我起来把你给掀掉 把你给砸了 那砸了以后呢 广场上的学生领袖 现在有了一小块 人口密集的领土 却发现这小小的天安门共和国 面临着任何掌权者 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来自政府的外部威胁 使他们必须强化 对内部的控制 运动中的不同意见 又被习惯地指责为 一小撮人的阴谋破坏 广场上的权力斗争 越来越不择手段 虽然我们作为指挥人员 尽了一切的力量 想把我们的行为公开 但是实际上发现 依然有很多同学 他得不得 没有这种正常的渠道 来表达他们的意愿 王大国 他们想表达他们的意愿的时候 他们就组织起来 就要来夺权 不议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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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这种纠杂队 你成立就很有意思 只要是现在这个广场上的人 他跑到这个火车站去 对那些刚坐了火车下来 什么也不知道的同学 说我是纠杂队长 你们这些学生都跟着我来 广场上需要你们 就把这些人都拉成是他的纠杂队 他们就到这个广播站 或者是指挥部 要是把广播站给重新包围了 把原来的我们的这个纠杂队员 给赶走 完了以后 只要广播站以占领 那么权力实际上就变成 他们自己的 当时每天差不多都得增压 三四次那种政变 当时我还开玩笑 说我说现在我是理解这个李鹏 为什么要增压学生了 5月23号左右 我对学生做出了我唯一的一次建议 也就是建议问学生说 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 在广场上或在校园里面 来一次一人一票 投屁